郭文贵的判决出来了 所以想来想又重新写了今天的内容 大家也都知道 昨天郭文贵判决出来以后 我就录了个很短的视频 今天写了一个内容 就围绕这个事 再谈一下 主要是跟咱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有一些关系 可以给咱们很多启迪的作用 郭的这个事呢 其实从最开始就明中注定了 郭文贵咋了 郭文贵12项控罪中 9项被判决成立 按现在的情况 有可能会判到100年以上的徒刑 但是就不到100年 反正郭这辈子肯定是在监狱里待着的 有人说特朗普会去特赦他 这是胡扯淡的 讲完你就知道了 他在所有人眼里是个什么角色 为什么这是胡扯淡呢 郭呢这个事情 其实从最开始的命中注定了 大家应该听过一段话 类似的这个话 很多人都听过 说这个世界 你是把控不到你认知以外的财富和权利的 如果你的认知很低 仅是凭借自己的命好 偶然获得了财富跟权利 那么命运最终还是会让你失去这些财富和权利 重新把你的人生引领到你认知财数以内的 如果命运曾经给予过你的财富和权利超过你的认知太多 没办法 没办法因果报应最终 最终你就要为这些你不应该得到的财富和权利买单 丧失部分或全部的生命以及自由 我估计大家都听过类似这样的话 就是相关东西 这里面其实说的蛮有道理的 以前我也讲过 我们所谓的认知 以前的视频跟大家讲过 知识 技术 经验 心性 这四点 加上最后一个命运 这五个因素决定了每一个人的人生 为什么大家要增加自己的知识 增加自己的经验 历练自己的心性 锻炼自己的技术 其实都是为了锻炼大家的自知的 认知这个东西的外延 一个大的程度 所以呢 郭文贵现在 进入到今天这个状态 实际上他开始做这个事的时候 命运就已经把它排在今天这个位置上 开始什么时候 他在国内 这个事坦诚的说 应该是在三十年前 可能今天这个事 很多东西就已经定了 那有人就问我说 郭文贵这个事 他自己在监狱里中老 他自己有没有预测到今天这种结果 或者说 他去美国开始设计这个模式的时候 今天的结果他预感到了吗 我个人估计 大部分是他想过的 甚至想过无数次 甚至可能经常每天梦 早晨醒来都是这种感觉 但是他应该是不在乎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一生的轨迹 他的轨迹就是这种冒险的人生 我们用中国老话叫富贵险中求 他在一个中国社会很底层的人 从社会最底层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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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审判他的案子能在美国都有这么大的轰动 这是无数个台阶爬上来的 而每上一个台阶都是要经历这样的冒险 甚至要经历相关的生死之间 很多次反复 中间肯定赢过输过 但输过两次大的 一次输给了中共 一次输给了美国的法律 所以最后这次输呢 导致一辈子就只能在监狱里度过的 就他的一生就是这么过的 所以当他一辈子所有每上一个台阶 每上一个台阶都是富贵险中求 他的人生的习惯就已经确认了 我们知道惯着惯着惯着就有很大的惯性 惯性根本杀不住车 所以即使最后郭文贵 他已经想明白很多事了 但是停不下来 那人生的惯性形成了 哪那么容易的 停不下来 中国的历史几千年 全都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例外 对 郭文贵做的事情呢 在好多外人眼里面 跟大家讲的 一方面要颠覆中共的国家主权 另一方面要自己建立 叫新中国联邦吧 新中国联盟 新中国联邦 这么一个主权政府 实际上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 都是远超过郭文贵 对这个人本人认知的 就是他的认知跟他要做这个事差的太远 这是他穷其一生都根本不可能涉及挨得到边的事 他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就很清楚 从开始也没打这么做 也没能力这么做 因为他能爬这么多台阶到今天那个位置 有些事还是明白自己的 他也很清楚他本人对中共的了解和自己在中共里面的影响力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我说了富贵险中求 一辈子都是这么灌过来的 要利用这种名头赚钱 当时他很多的财富都被中共冻结以后 他又希望延续以前那种生活 顾着条件很富足的生活就必须赚钱 人都是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奢难的 那赚钱的方式那就是他很重要的了 中共真正的政权体系 郭是连边都涉及不到的 因为中共的体系本质是一个独裁的体系 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为独裁政府服务的 所以大家想想郭文贵做的所有的事情 加在一起 对一个极端庞大 有将近一亿党员冰冷 且奴役着整个中国社会资源 而且奴役经验十分丰富的国家机器来说 你们好好想想 他有个屁用 这爆料说那两句废话有个屁用 屁用都没有 所以他所干的事从任何角度来讲 都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中共的 真正的核心的外围就别提核心了 更别提对中共核心有什么影响力了 但是郭很聪明 这就是他能爬上来的原因 他利用了和他自己处于同样阶层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态和认知范畴 就是我有多少想象力 你们就有多少想象力 那我在什么阶层 你们阶层 你们阶层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我满足痛点 中国其实有个老笑话 古代两个农民吃糠艳菜 一个说我要当了皇上 一定天天吃包子 另一个说你想的美 你就是当了皇上 你也没条件天天吃包子 那笑话估计你们都听过 啥意思 就是在底层认知中 认知的天花板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 包子就是最好吃的 认为当皇帝能吃包子是最奢侈的 你跟他讲鲍鱼鱼翅燕窝熊掌 听所未听闻所未闻 根本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遇见两个人 一个人假话说他见过皇帝 天天吃包子 另一个真话说他也见过皇帝 皇帝是鲍鱼鱼翅 你们觉得农民会相信谁 相信吃包子的 还是相信吃鱼翅 他都不知道鱼翅啥玩意儿 所以郭梅见过那个社会 独裁核心 但是他知道他的层面认知到什么程度 所以他能给他认知的这个程度 设置一个吃包子的一个结果 真正中共的高层 是有很复杂的决策机制的 如果拿上面两个概念 或者要颠覆这个中共体系 或者要创建自己替代中国新中国联盟 这种主权来说事 只要是体制里面出来的人 听着就是胡说八道 而且从郭文贵的履义里一看 你最高做到什么就知道这事有多不靠谱 因为这两件事都太复杂 太苦难了 根本不是他这个履历和经历的人 能涉及得到的 完全认知不到 他在眼里就是我说 最多叫农民级别 也就做这个事 郭是触及不到所有上乘的 所以他才敢说 他层面的人就会信 这叫无知者无畏 无知者才会无畏 不懂的人才能相信 这么说的 郭文贵很聪明 在这个领域中 他从小爬上来的 从那么一个位置一点点的上来 他知道怎么做 就能让这个圈里的人 达到他的认知天花板 弥补他自己给这些人带来的不足 而且他知道如何能够满足那些痛恨 中共的海外华人圈层的痛点 这样这些圈层里面 能让他满足认知天花板 满足痛点的人 就心甘平原的相信他 给他掏钱 而且他创造了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就是专门吸收 跟他同样认知平层的这种机制 我跟大家以前说过 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 专门跟我讲过这个事 还说我 我说我不看 是不是有病 就是如果能看得懂的 真正在中共了解的体制里 一看这是个片的人 他就把他从他的体系里洗掉 懂的人全洗出去 只留傻子跟认知底层的人留下 最终在他体系里留下的 全是乌合之众 和他有共同利益绑定的这些人 就这两拨人 一个是准备骗人的 一个是傻子被骗的乌合之众 这个就是最终他能够形成 现有体系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讲郭文贵认知不到呢 因为历史几千年 郭文贵这样的人一直存在 这个人就不具备在中国文明中 从古到今都不具备 达到他所说的做的事一定点可能性 我们大家介绍知道 郭文贵在中国的时候 他唯一贴了个标签叫什么 叫商人 民营企业商人 首先出生就是社会底层 缺乏家族背景 没有家族影响力 看看马云 看看李延宏 看看网易的丁磊 看看这个叫腾讯的马化腾 就是哪一个在中国 现在你看那几个还活跃的 家族背景 郭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他没有家族影响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郭没有上过很好大学 没有高学历 也就是他没有进入任何依托高校校友为根基 形成的人脉群层 我们知道中国的圈华群层 北大群层 复旦群层等等 他都没有进入 所以郭也不是没有人脉圈层 第二个 第三个 郭文贵是没有在中共的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真正任职过的 也就是他没有亲身体会过 中共内部的政治运行机制的机会 连看都没看过 他也缺乏政府内部 他通过任职形成的关系 中共内部真正高层的决策流程 他都没吃过 没不知道 也就是不仅没吃过猪肉 连猪走都没见过 就是那个圈层的人 就是他反正他不懂 人家更不懂 此外呢 郭文贵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也是没有任何在国内外的大学研究机构 特别是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这样的机构里 当过老师教授 授课带学生这种经验 没有学术方面的影响力 在学术领域没有根基 最后郭文贵在中国的时候 也没有出版过任何有影响力的各种类型 文字的音试等等的出版物 或者是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 所以他在中国也没有社会影响力 你们现在还活在中国国内的人特别明白 在一个中国没有家庭背景 没有人脉圈子 没有从政经历 不了解中共政坛的决策机制 没有学术影响力 没有社会影响力 就一个标签叫民营商人 大家想想这个人 他有能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或者创造一个主权国家的能力吗 大家想想就知道 这不是出人说梦吗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叫认知 认知将决定你一辈子最多 有多少权力跟财富的一个范畴 认知里很重要就是知识跟经验 要把控在实践中要不断的学习 这些领域都涉足过都呆过 就有了知识经验 没有的话就要加 没有还不学习 还道听途说 那就会死得很惨 真的是死得很惨 有了那对于这些知识经验 将来不管是用于颠覆推翻 还是用于建设都很重要 所以郭这类人在中国 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我经常讲叫白手套 阿丽听我讲那炮女人 那个大哥等等 那白手套都是什么都不干的 借助权力挣钱 那不好听的名字你们也熟悉 叫工具人 啥意思 他是很多权贵阶层 有人做李子就有人做面子 做面子就有人做李子 权贵阶层在做面子的时候 李子不好的时候 干李子干底下事的使用的工具 过去可能叫什么鹰犬之类的 这是一个纯工具人 他本人是不会得到中共权贵阶层的任何尊重的 这样的人很多 赖昌星 丁淑苗 郭文贵 你会发现特点都很像 底层上来等等 最大的影响力就是知道一些 接触过的中国官员的贪腐信息 从此以外不知道了 几千年中国历史这种景象一遍一遍看到 啥意思 中国到现在也是一样 那就两个阶层 过去叫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以下阶层 等等 最近的清朝叫满族八旗 八旗以下的汉人为主导的阶层 你在汉人里混得再好 如果不能台旗 给你赐予一个满族的身份 变成满八旗 你还是永远下级阶层 当了首辅大臣 你也是下级阶层 这就是主子跟奴才的区别 上下从来都是敬畏分明 甭管你为士大夫做了多少事 那是主子永远是奴才 对他们没有影响力 你不了解主子的运作的模式规则 所以只要你不是士大夫的背景家庭出身 又不是在士大夫成长的圈子里混聚过 不具备士大夫阶层的人脉关系 没有士大夫阶层里的圈层影响力 除非在历史上外部因素导致改朝换代 否则你混得再好 你也就是个士大夫阶层的工具人 就再说一遍几千年都是这样 只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由于自身的认知 有限就知道吃包子 不懂这个道理 对以为这个人曾经当过八旗贵胄的工具人 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八旗贵胄有地位的人 这是完全的错觉 高大上完全的错觉 对这个人在高层的眼里面 就是属于被利用的工具人 不用的时候 用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就扔 一个中共高层某个很小群体 因为他接触这个人 政局级领导干部 这小群体的工具人 不仅没参加过朝会 甚至都没见识过什么叫内阁会议 就这样的人就敢说颠覆国家政权 建立自己新的国家 就是我说 对于懂的人来说 这是个极其极其可笑的笑话 这个和一个农村大妈在饭桌上 巴拉巴拉饭说 我要成为武则天 当女皇 就这两者之间本质上没啥区别 只是一个你是在北京 有点钱的一个商人说的 一个农村大妈说的 都很可笑 在中国只有进入到中共的政治高层 懂得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派的运行机制 了解了中国政治的本质特性 以优缺点才能知道中共的弱点在哪 才能知道中共现在把控中国主要问题在哪 才可能制造内部矛盾 才可能让他们出现一些危机 所以一个人从来没有在这些关键的位置上呆过 甚至都没有见识过 这个人就没戏 他都不了解 就差着八竿子远的 他怎么可能找到中共的致命缺陷 还颠覆他呢 这种实践工作我们大家都见过 就是你不认知你就不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当项目经理 以为自己部门的老大 举着说角色都很蠢 自己有好主意 结果有一天我当部门老大了 结果发现部门老大是对的 就得这么做 当年不是他傻是我傻 是我做项目经理的时候看到的信息太小 认知太窄 这个时候很多综合的问题都不知道 没有考虑到 所以才觉得老大傻 我聪明 我当了老大 认知高了 才知道是我傻老大聪明 自己做秘书的时候 觉得大领导的很多决定都很蠢 自己的主意挺好 还改东西 后来自己也有了自己的集团 当了集团老总 回头想想当年自己蠢 很多真正的角色也得跟大领导一样处理 还是下面看到的信息少 视野窄 综合问题考虑不周到 才有这种自以为聪明的错觉 这还是在内部看问题 我都很多时候看不到综合 别看别人要在外面看问题 那就更看不明白了 你们大家都有类似的一个经历 视野就会更窄 信息就更少 那你做成就无停的试错 试错成本会有多高就不一样了 做出的决定可笑 人生的发展每一个环节面对对象不一样 但道理都一样 大道质检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所以在中国你要想让这个党出点事 你就得真的呆过党中央国务院 你得在一个位置上最起码没吃过肉肉 见过猪走 知道这个国家和政党的运行的样态 而不是站在外面根本什么都不了解 那一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亲身体会才能知道本质 我两年前做自媒体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很多内部的信息 为什么200傻逼习近平会连任 不会有任何人威胁到他 为什么政治局会这些人都有什么 防控的时候 疫情防控 为什么是这傻逼习近平利用特殊时期 可以掌握独裁权力党的特殊的规定 来用来打破邓当时留下的领导干部 不能终身制这个规定的一种重要工具的等等 很多很多 一直到后来 比如说外电说了 中国中共政府会要求央行四万亿 建立股市凭准资金 还是一万亿 我记不得 我说不可能 制度就不能允许等等 就这些预测两年来 关于中共的 我最起码说过上百条 只要跟中共政策有关的 未来导向的 我从来没有错过 这不是我有本事 是因为你在一个单位只能呆了很多 了解这个单位运行的规律之后 你就能根据这个事情来做出 按照这个单位的运行规定 他来做出合理的推理结果 每一次跟大家讲结果的时候 我习惯叫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都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中共的内部是怎么运行 和怎么决策导致这个出来的 各负责的领导的责任 他们承担责任和他们心态是怎么样 能出来这个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知道吧 所以也是一样的原因 因为我在中共的高层待过 我跟大家讲过 不管是原来当部长秘书 还是国务院参事室等等 所以呢比较清楚这里面机制 所以郭文贵一讲 就知道为什么这个 这个人全是外韩话了 工具人 他的讲是大多数异想 工具人 这种人呢实际上对于 在中国的很多 中共的特别是有权的阶层 一点实际价值都没有 真想颠覆中共 不开玩笑啊 不是现在啊 未来一样 一定是中共高层待过 十分了解中共的运行 逻辑和决策机制 颠覆 颠覆苏联 一定是在苏联的高层待过 十分了解苏联的运行机制 跟决策体制 颠覆 将来想颠覆朝鲜 一定是在朝鲜内部 高层待过 十分了解朝鲜的运行 逻辑和决策机制 颠覆 要颠覆古巴 颠覆越南等等 只要颠覆社会主义 独裁体制的国家 规律都是一样的 或者你靠着外力的入侵 打破重锤 颠覆现有体制 如果你不靠外力 而靠内部出现的矛盾 必须是在内部高层待过 懂得体制内的运行逻辑 跟决策机制 才可能设计出最终颠覆体制 比如说颠覆共产党 这种独裁体制模式 而且行之有效的执行 所以什么郭文贵的爆料 什么法轮功的游行 对于中共来说 最多就是丢丢脸 给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脑痒痒的作用都没有 它能影响个屁呀 但是郭文贵很聪明 他的智慧在于什么 他很清楚自己就是中国权贵阶层的工具人 他并不了解中国高层的任何运行规则 但是他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 他特别懂得每一步他爬的过程中 跟他差不多的广大社会底层 跟他类似的这些人的心态 他特别明白这些人的利益所在 而且这些利益被中共破坏以后的状态是什么 这些人的痛点是什么 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有的 有钱被中共怎么弄了 等等经历都是他经历过的 他自己会对自己的经历有深刻的感知 而且同他自己开始跟中共高层混迹时候的 战战兢兢 人辱负重 有了这种靠山当了工具人 背后对其他阶层的人志得意满 意气风发等等这种东西 他成为贵族阶层工具人之后 他的所有这种东西和周围人的心态 以及这些人因为他成为工具人 对他的憧憬跟信任 这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所以他可以从自己亲身经历 自己心态的变化中总结出来 没接触过中国高层 但一步步都有跟他有共鸣的 这些民营商人的心态变化 他自己内心对于这个阶层 对中共的形象描绘和感知 他是有谱的 他们会怎么认知 也知道这些最终躲避到海外的中国 华人的这些商人或者有钱人 中共包括底层的这些官员 下面政府的官员 不是上面啊 底层的这些人 他们对于中共的描述和感觉 所以他就知道如何从这些人手里拿到钱 讲到这儿呢 可能有人说不会 说郭文贵也知道很多中国内部的消息 也预测过一些准确的事情 说郭出来以后 也对外面讲过一些中共内部渠道里面的消息 跟大家说这个渠道我也有 很多上层人都有 就那些地儿就那些会所 就那些说的不都是吗 大家想想我经过很多 给我提供信息的人允许 和跟大家说的一些信息 想没想过 就像我说的二十大之前 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说了没视频里 外交部长出事 国防部长出事 包括李克强怎么死的 原因背景 我是不是也算互联网全网 最早些是内幕的自媒体 你们回头看看 那个年代视频 你们再看看我说的消息准不准 就这些渠道我们圈子里 都有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大家基本不说而已 也没什么地儿去说 知道就完了 郭文贵可能算是第一个把这种小圈子里 大家都知道的信息公开化的人 而且他很擅长的了解人心态 所以他主要是针对中共领导的下三路 姚千人聊的事前下三路跟人说的 特别符合熟悉那个圈层的那批人的痛点跟爱好 满足痛点需求 但是大家也发现了 随着他戳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就没信息了 为什么渠道没了 因为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也因为郭的大嘴巴 最后肯定就慢慢不跟他说消息了 我说任何消息 我得先问问人家行不行 郭大嘴巴 所以郭在后面几年中说的东西全是易造的 什么赵本山跟宋子庸睡觉 赵本山瞬间就转了几千万给宋子庸 就这种胡七八道编造的东西 这就只能互动那些最高吃过包子 最多见识就是皇帝吃包子的老农民 粗陋不堪 粗闭不堪的谣言 符合他那个阶层人认知层面的设想 这臭门呀宋子庸睡觉 等等就太多了这种东西 还有说那他还预测过准确的事情 是 那就是你的问题 对呀 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最起码 有两个以上的所谓的大学的人 都预测过特朗普被暗杀 在今年 心理上叫典型的孕妇效应 人类的大脑是有很多缺陷的 如果一个人的大脑被洗脑被POA了 那大脑里看到或听到的都是POA你的人 希望你看到和听到的事情 对方绝大部分错误言论胡说八道 你都会忽略不计达 郭文贵可能预测一百件事 最少九十件以上都是错误和没办法核实的 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错误没办法核实 他就不重复了 你就忘了 可是他会不断重复他曾经预测过那十件对的事 强化你的暗示你记住了 你以为他预测对了 但是这是因为他给你POA洗脑了 巧合而已 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胡说八道 没预测对 为什么国内有两个人 你看看国内自媒体都预测过特朗普万上 而且有一个人说了 在2024年七到八月万上 没人理他 因为这个逼太多预测 全是胡说八道了 就是他太多 他POA的功夫不好 他预测一百个事 九十个都是错的 所以即使他蒙对了特朗普这事 都没人搭理他 你预测一万个事 你也能预测其中的十个队错误太多 没做好POA 你真正看看他预测 你就发现郭文贵多不靠谱 所以就像这样的人预测了特朗普的暗杀 都没人搭理他 大家知道他叫蒙对了 心理学的事情 心理学事情不跟大家多讲了 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看 那至于最终郭文贵这么多年 都干了什么真实的事情 很多人都从很多角度说过了 我就不说了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郭文贵这个人 他出生在这么一个底层环境 一步又爬上来 习惯了富贵险中求 他能够走到今天 他的人生这个层面 到极致了 为什么最终要倒呢 一个是欲望太高 一个是缺乏真本事 我希望大家知道技术经验 知识技术经验 新性很重要 永远都不要 指望仅通过投机和小聪明 就能保住自己拥有的财富跟权利 这个东西都得硬实力 增加你的认知 知识技术经验 新性 增加认知 命运来的时候 才把握得住这些财富跟权利 否则的话 老是富贵险中求 藏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啊 也有人老在那说评价 什么老贼 你不是骨子里跟郭文贵一样吗 说这个话的人 因为你太愚蠢了 很多人说过 我都不反共 因为你太蠢 蠢到了 我都不值得你反驳的余力 对啊 你们看看中共到今天 我骂中共骂两年多 到今天中共对我做了什么 明面上啥都没做 至今我跟大家说过 无犯罪证明我的律师 都能在朝阳相关公安局派出所 顺利给我开出来 一直跟大家讲 你们在中共任何官方媒体上 看不到一丁点 违法记录都没有 我骂中共两年多 从啥一笔习近平到底下 中共他能干什么 除了在互联网上 让小五毛小粉红不断的黑我 其他的啥也干不了 跟大家还讲过 去年年底那时候讲过 蔡奇派人来找 这门来找我 希望我继续帮助中共做贡献 正常思维的人好好看看 中共对这两个人的态度就明白了 那是个红通 那是个这个那个 那出于那个角度去做 我不一样 我骂中共 我可什么都没有 表面上中共什么对我的压迫 什么对我的迫害都没有 那我抬起来就骂 而且告知他把我东西都拿走了 把我财产拿走了 我占理 所以他就随随的 在正面什么都不敢跟我对抗 除了在他网络上 找一帮人黑我 除此以外 啥也不干 对吧 所以你们自己去慢慢判断背后东西 因为你不懂 所以你才会有那个言论 你懂了 你就知道 开句玩笑 可能到今天 我这事 在某个领域还被定性为八旗内部矛盾 还被定性为八旗内部矛盾 不多说了 郭文贵的事呢 我就讲这么多 讲一个段落 只是给大家什么 老话题 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所以这个呢 前面呢 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案例 他了解谁 了解目标客群的 垂直化客群在哪 了解客群的痛点 了解干什么 去满足痛点 但是毕竟 他的认知 真正的知识 技术条件 不能够满足他 达成客户痛点 所必须支撑的支撑点 最终 倒塌掉 投机是不行的 投机富贵 显中求 做一时还行 但是不能做一事 否则就只能负一时 不能负一时 好吧 所以跟大家讲 大家慢慢就明白了就行了 这些东西以后 你自己从后到尾 慢慢去了解就可以了 在中国呢 我听行信听我的里面 可能有不说话的 有一样 也是在高层 中共当过 呆过的 呆过的人 你但凡一听他玩意 你就知道是什么 你不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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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话的